大家好,我是小强 随着NBA联盟商业上的成功 效力俱乐部的球员们所能拿到的合同价格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一般来说精明的老板所给出的价格自然会和球员把本身是价值所匹配 不过一些球员出人意料的滑落 也可能使得老板付出的高昂合同男友回报 本文就来盘点NBA十位让老板巨额合同打水漂的球员 第十位阿兰休斯敦休斯敦的出现在上世纪末的联盟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人们看惯了以四大中锋为首的内线球员在禁区里的肌肉碰撞 这时候休斯敦以一手漂亮而精准的中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无异于是一股新鲜空气 除了中远投的精准程度以外 休斯敦的极为标准的投篮姿势也成为了当时许多人大力模仿的对象 1999年休斯敦在尼克斯杀进总决赛的过程立下汉马功劳 所以在2001年尼克斯迫不及待以六年一亿美元的合同与休斯敦续约 这也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份上亿合同 然而在这份合同旅行还不到一半的时候 休斯敦则遭到了伤病困扰 2004-2005在继他紧为球队出战20场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联盟 尼克斯也因此而受到损失 第九位卢尔邓是祭出公牛队一票年轻人 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在后桥丹时代复兴的希望 而卢尔邓就是这支队伍里的主力前锋 他甚至在2006年詹姆斯生日的当天 带队和小皇帝对标最终带领公牛战胜骑士队 而在2016年的时候邓是巅峰期显然已经过去 在那一年他却意外得到了来自胡人队的一份四年7200万的合同 这大大超过了他本身的价值 这份合同主要可以说是胡人管理层当时内部斗争的产物 不出意料邓在随后效力胡人的两个赛季当中表现平平 得分也只有个位数 而按照合同规定胡人甚至要在邓已经离开联盟后 还要继续支付剩余薪水 第八位尼古拉斯巴图姆来自法国的巴图姆 在年轻时候可谓是一员侧翼的防守汉将 靠着一双长臂和出众的防守意识 有无数明星封线球员被他在比赛中加以限制 有人甚至称他为法国皮鹏 这位法国皮鹏在2015年受到了了正版皮鹏的老队友 也就是黄蜂老板乔丹的注意 乔丹在将他招揽到自己队内的同时 也在随后一年给了巴图姆五年1.2亿美元的合同 然而让篮球之神大跌眼镜的是 巴图姆在签下大合同后数据却一年差过一年 上赛季他在黄蜂的场军得分仅有3.6分 这个失败的合同可谓是乔丹的看人的又一次走演 第七位朱万霍华德上世纪末联盟的公资帽 曾经有一次巨大的上涨 而朱万霍华德正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1995至1996赛季二年级的霍华德 打出了22加8的数据 并入选当赛季全明星阵容 俨然有未来超级前锋的影子 华盛顿子弹队则信心满满与之签订了一份 七年1.05亿的合同 这也是联盟历史上第一份上议的合同 让子弹队始料未及的是霍华德的高光 也随着大合同的到来而消失 随后数年霍华德的数据和表现也愈加平庸 并且也在位成为全明星的一员 生涯后期的他在联盟的定位也只是一个配角球员 显然配不上一员合同 第六位钱德勒帕森斯帕森斯的生涯大志 可以分为两段 在前一段中帕森斯是全联盟的励志偶像 低顺位出身的他抓住机会在火箭队打出名堂 一步步坐稳了球队主力位置 加之帕森斯出众的长相 以时中国球迷亲切称其为高富帅 转会独行侠成为了帕森斯生涯的转折点 一方面是伤病逐渐开始袭扰他 另一方面则是逐渐成名的他 有了一种飘飘然的态度 尽管如此 灰熊还是愿意在他身上下注 2016年孟菲斯灰熊给了帕森斯一份四年 9480万的新合同 讽刺的是在拿到大合同后 帕森斯的数据一路跌至个位数 并且养伤期的他也常常登上各种花边新闻的头条 帕森斯的合同显然成为了当时联盟最为溢价的合同 第五位肯巴沃克开尔特人的管理层一向以精明著称 然而他们也有过马是前提的时候 那就是在2019年他们给肯巴沃克开出了四年 超过1.4亿美元的合同 在沃克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